新冠疫苗的国外采购规划 目前除了COVAX全球取得机制之外 东洋药品也获得德国疫苗在台湾的代理权 预计明年第一剂交获1000万剂 至于国内生技场也力拼在明年2、3剂量产上市 只不过疫苗到底要多少人接种 才可以获得群体免疫呢 国内医师表示必须取决于疫苗的有效性 如果需打疫苗是100%有效的话 台湾必须要超过1500万人接种 新冠疫苗问世前 台湾除了向国外采购 国内生技场也力拼明年2、3剂量产上市 只是到底要多少人接种才能获得群体免疫 医师指出首先必须从病例再生数 R0值进行推估 因为R0值是变动的 天气、温度 你的防疫措施都会决定R0值 你有没有戴口罩 这个R0值就差了非常多了 以西欧来讲 西欧的R0值是在3左右 医师表示想要达到群体免疫 依照传统模式主要有R0值估算 当一名患者可传染给两人 代表需要一半人口拥有抗体 以新冠肺炎传染状况为例 如果把R0值定为3 一个患者能传染给3人 则需要该国67%的人口拥有抗体 也就是说 假设施打疫苗100%有效 台湾必须超过1500万人接种 才能群体免疫 但这个数字还没考量 疫苗有效性和成本 我们要到疫苗的效果出来 才知道我们该打多少人 效果是不到70% 那其实即使全部人都打了 也不见得能够防止 这个感染的传播的 疫苗好坏成为 决定群体免疫的最后关键 医师强调 有些疫苗打在长者身上 产生的免疫力 效果可能并不显著 因此社区内 还是越多人接种越好 只是未来新冠疫苗 到底能拿到多少数量 一切都还是未知数 继续陈思凡灵新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